return 这个音节呢 re 念成 turn 中音节落在第二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念成 return return 要注意到的是呢 它是当作一个不及乎动词 我们中文翻成返回 我们看英文解释 to come or go back 我们看地区 after traveling around the world for twenty years the old man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and spent his last years there 然后呢after在什么什么之后 在这件事情之后 在旅行的全世界旅行的二十年 哇这个不容易 after traveling 这时候的after在这边当作介细词 所以到后面的travel要加ing变成动名词 在旅行 在全世界旅行的二十年之后 the old man这个呢 离开的时候是年轻人回来 说年纪已经大了 the old man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各位这边用片语跟to一起记起来 return to 我们也接上一个地方 表示回到什么地方 它回到了它的家乡 and spent 就是度过的意思 原本是花时间的花 我们这边呢 把它翻成度过 度过它的晚年 his last years 就是最后的那些年 there在那里 那里就是它的家乡 它呢 把它的余生呢 就在那里度过了 这个时候我们用return 那接下来return呢 除了可以当动词之外呢 还可以当名词 或者是可数的名词 那虽然它是可数的 通常我们都用在单数 singular 这个就是单数 我们中文翻成返回 那我们看地区 on his return from the study tour he was asked to share the experience with his classmates on his return 在那一回来的时候 on his return 从什么地方回来 the study tool 那这个study tool 就是游学 一边去读书 一边去旅行 好 所以呢 在他从游学回来之后呢 he was asked 他被要求来分享 分享什么呢 分享experience 他的经验 跟谁会分享呢 share模式 with模人 这个接系词 片语的同学 可以顺便记一下 share a with b 好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return 当作动词返回 当作名词也是返回